搞不明白 我是爱你 但是我感觉我可以 就是更加地爱你 你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给你买那些东西 我感觉你穿上会更符合你的气质 我喜欢什么 我喜欢什么气质 不需要别人来评价 我穿什么 我自己喜欢 我自己开心就行了 我也没有强加于说 你非得穿哪件哪件衣服啊 而且他这个妆容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这个妆容 你看他今天是个正常妆 因为他不是自己画的 你知道他平时什么妆吗 脂最纯 我感觉我是欣赏不来的 脂最纯 那是你太低了 你懂吗 那你说 现在都是欧美 欧美妆咋的了 是不是都挺正常的呀 而且跟小姐妹出去 人家都化妆 你不能缩眼去吧 那多丢面啊 那你跟我再洗 为什么不化妆呢 我给你有重大场合 算了 咱也没什么重大场合 我问问啊 女朋友好不好 挺好的 如果说你女朋友 有一个缺点的话 你选择什么缺点 就是跟异性 异性朋友的一句 他掌握不好根本 啥意思 我们在一起四五个月的时候 去三亚 那个时候是我们第一次旅游嘛 然后到那里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两个手机 这个事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两个手机不正常吗 你听我说呀 两个手机不止 一个手机跟一个微信号 我不知道还有另一个微信号 在一起四五个月 我不知道 我两个号怎么了 我是跟别的男生聊的暧昧了吗 哎 这个歌 是备注叉叉叉歌 哎 老妹出来一起喝酒啊 周六有空吗 哎 说到喝酒我就更来气了 哈哈 那是一个 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小酒馆 到那里我们正在唠嗑 突然一个就助唱者唱歌 他直接站起来 指着那个人说 看 那是我前男友 你看他唱歌好不好听 看他长得萨不萨 人家本来就帅 没办法 我在那 我是你男朋友 我知道啊 那就因为我们是一个圈的嘛 然后我们那个圈的人 又刚好认识我前男友 那个酒吧又是刚开的 那谁知道碰见了嘛 那碰见了 那人家到时候我上个厕所 跟人家嘀咕嘀咕 你看他前男友在这 他还带你领到这 我还不如大大方给你说出去 不是 我当时跟你说 我可以了解你的生活 我可以就是说 根据你的喜好 去做一些改变 对吧 那我八辈子倒霉 我碰上了 我能咋说呀 你就这样说 你看我前男友真帅 我现在男朋友比他还帅 人家都是一个圈子的 都是一个圈子 是不是 我在你面前诋毁人家 你说这合理吗 那你就可以不及你的朋友 不顾你朋友的眼光 来诋毁我吗 我没有诋毁 当时就是害怕人家说 说不好听的话 让你误会了 我就直接赶紧说了 好 你说的都对 我才不想跟你说这些